我一直放不下 结果有一位法师也很聪明 因为我太太很喜欢供养过去 那位法师带她来寺庙找我 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 来 她叫她跟我拜三拜 拜完以后啊 我就觉得我很舒服 我知道她自己虽然控制不了 但是她已经学习放得下 因为她对我拜三拜 就代表她承认我是一个出家人 后来她 我的儿子也是一样 我出家以后 第一次她碰到我 她也是跪下来拜三拜 我也知道说 虽然我很爱她 但是她在我 在她心里我是一个出家人了 所以我想这也是 各位可以学的方法吧 回去赶快拜 不过我想 跟对方鼎礼 并不是断绝跟对方的关系 我们只是断除 跟对方世俗的关系 但是从内心里面 却要承诺 直至对方成佛 我们永远不断地在 希望他能够引导他 来自最后成佛 所以福经里面说的 菩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你舍弃了众生 我不理你了 我们往往很容易生气的时候 就舍弃了对方 你舍弃了一个众生 你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我想到今天为止 我只要有在写牌位 一写我就会跟他故意顶礼 因为经典有说了 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是欠众生在的 只要有一个 单独一个众生在受苦 哪怕他过去怎么伤害你 然后都是你的责任 所以达摩祖师叫我们修行 第一个重要的叫报冤行 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间投胎 我们是来报答众生的 众生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我们要来还他债的 要从内心里面完全的不舍弃众生 那第二个 当然菩萨的障碍除了不能舍弃众生 第二个就是不思维空性 如果你不去思维空性 你就会磨来障碍你 所以所谓的 死去众生 或不思维空性 就会磨葬 就这个意思 所以讲到这个 我每次坐在仁波切旁边 我就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修痛苦的 他给我们感受是痛苦的 关了二十年 痛苦的和更精进 那我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在快乐快乐的 钱太多 感情太多 然后我也在修行 但是我认为反正有个人的姻缘 好像我比较有福报 但是后 讲回来是 我认为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这个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拿来做 修行 不过我也有认为说 痛苦反而比较容易修行 快乐 就像佛陀要成佛以前 三个魔女来诱惑魔头 我认为那个是最后一关 这一关也能够超越的话 也是 就能够成就 所以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借假修真 你要利用这个世间所有的假象 来找到真相 来征服自己 只是我认为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好像是一个 脆弱心灵的世界 因为物质欲望满足了 人类的心灵更空虚 更空虚 他想要去追求更大的爱 被尊重等等 当然如果我们 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们可以 把对方的这种感情 透过佛法的这种 特别释迦牟尼佛的爱 所以让他们升华 这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 讲到 感情 我看到 佛陀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要 出家前一天 或是那天晚上 他故意 跑到房间 去看他的 睡觉的太太跟儿子 然后 他看到他的 太太耶稣多罗就 抱着 罗赫罗睡着了 但是他 立即 那个经里面写着说 佛陀 那个希达多太子 心里 如刀割心脏一样的痛苦 因为他必须离开他 所爱的太太跟儿子 这样去出家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也很感动 那个也很痛苦 但是当然轮到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比他还惨 我不是我太太抱着儿子睡觉 是我太太知道我要出家了 他就拿着那个 最重的衣架子 然后就一直往我儿子身上 一直打 他的意思是说 看我 因为我碰都不会碰我儿子 我一定会出不了家的 因为我没办法接受这个 那我儿子的习惯 他稍微打一下 他就会哭 但是那一次他妈妈那种 发疯的打 他一点都不哭 他就一直忍 一直忍而已 一种忍的声音 那个时候我在想说 哇 我这个心比佛陀还痛苦了 到底我要不要出家 所以 当然我还是走出去了 只是我走出去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为了我太太比我还痛苦 儿子也受了苦 所以我一定要很认真的修行 虽然我心里很苦 但是事实上 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妈妈也是抱着我流眼泪 我的丈母娘也抱着我流眼泪 然后我都知道他们很苦 但是因为有这个苦 我必须放在心里面 所以我不想放异自己 所以我不想在出家以后 去伤害到他们 包括以后我出家去谈恋爱 或是还俗 或是追求金钱 这些都会伤害到他们的心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菩萨 我们不分在家出家 我们是别人的模范 别人的模范 所以让别人看到你在开车 做任何待人处事 你必须 存给别人一个希望 一个佛教的希望 在我们身上 哪怕大家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 你必须让他看到这一点 所以包括我在飞机上 当然有时候坐在我旁边的 都是外国人 如何如何 但是我就很认真 我就很认真 我都不睡觉了 我就很认真 在替他念经 替他转念朱 他们已经在观察我 所以有几个老外都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忙 你为什么要这么忙 我说因为我在practice 这是我的责任 那我很快 因为他本来不跟我聊天的 然后他就会 只是我英文没那么好而已 但是我会尽力给他 跟他解释 因为我想这样 他可以坐在我身边 坐在我后面 一定跟我很深的缘 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度他们 所以慢慢我就觉得说 修菩提心 一切都不能为自己 任何一个蟑螂蚂蚁在你面前 你都要私信给他看 这样以后慢慢就养成了 自己的一种利他的习惯 我记得 钟上伦伯切讲过一句话很好 他说轮回是战场 我们修行者 是一个心理勇士 所以各位在面对 各种世间的境界 那你看能不能 征服自己 所以我记得 我也记得感情人伯切的书上 写了整个佛陀的法教 其实在征服我们这个 自私我自的这一颗心 这是法教的中心 所以佛陀的法教 永远不离开四个字 叫调伏内心 也唯有经过调伏内心 那进一步我们如何去发展 慈心悲心 扑其心 这才是我们整个的修行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可能要把 世间的真相 看清楚 不要逃避他 男女的问题 金钱的问题 死亡的问题 国家政治 任何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必须去看清楚他的苦 这就像我们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都是虚幻的 离一切相极见诸佛 那你要打破这个 那你要打破他 你必须要知道他 而超越他 而进一步去 令人对他慈悲 就像一个人 对你有害的心态 那我想 你看清楚以后 你会很可怜他 所以不是去骂他 而是如何去改变他的心 因为我们愿意做 心灵勇士 心灵战士的人 我们目的要 让别人的心 也能够没有痛苦 也可以得到 真正的这种 佛法的快乐 我很喜欢念一个咒 普贤菩萨心咒 叫 奥三昧耶 萨多焕 密称里面 最高的叫 三昧耶咒 一种对上师三宝 面前的寺院的戒律 那在汉传佛教 最重要的修行的四个字 叫 一心念佛 这个一心念佛 我的解一心就是 金刚秤的 这种三昧耶 而不是一种心 而是包含了 所有修行的心态 所以 我自己很喜欢看佛塔 所以我每次会把 佛塔从下到上 都去解释 每一层每一层 代表什么心态 到最高圆满 当然也像 这里面包括中国法大师 所讲的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我们要 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修行 那首先我要 先谈一谈 谈一谈 属于下世道的 修行的心态 首先 第一个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第二个 对父母有孝顺心 第三个 对众生有报恩的心 第四个 对三宝有信心 再来 第五 深信因果轮回的心 那我想 这五个心 那就是我们在 修人天福报 基本要具足的 那我比较重视的是 第一个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因为我们每天在拜佛 甚至我们 出家人理个光头 天天要摸 就是要消除我慢 我直 甚至 有一句话 只要有一个众生 在受苦 我们有什么好快乐 骄傲的 要这样来 顶礼众生 要对众生有惭愧心 那后面呢 就比较容易理解 对父母 一定要有 孝顺性 所以我每次念 点灯 奇愿文 阿迪侠尊者的 奇愿文 父母 为首 有情重 那时时刻刻 要把父母 想在我们 前面 劳于对父母的孝顺 来 对待众生 就会产生 第三个 对众生的 真实的 保恩心 那为了 报答众生 那我们要 升起对三宝的 医子 而归三宝 也祈求三宝 加持所有父母众生 那开始修行了 那当然就要相信 越过轮回 和慈戒 布施 等等 那当然我这样讲 前面这五个心 不是说 我先修那个修 修哪个的 而是一起 三门叶 就是你必须把这个 世俗的心 空心 圆满的菩提心 一起都在运作 在大乘的经典 有很多三门叶经 讲了各种的 三门叶的修法 当然刚刚讲了 所谓人天福报的修行 有一句话 他说 成佛跟没有成佛 事实上做的事都一样 只是动机心态不一样 所以各种宗教也在共登 我们也在共登 特别我在西方国家 我很喜欢去天主教堂 我比去佛堂还认真 因为我觉得好像去佛堂 好像教派不一样 他不太理我 然后去天主教 没这个问题 所以我会在那边 很认真的点灯 来做观修 所以虽然上面摆着 是上帝也好 十字架 圣母玛利亚 但是对我来讲 十字架代表忍辱 接受承担